PLC数字量输出模块有哪几种类型? PLC数字量输出模块的目的是根据连接到输入模块的现场设备状况和PLC程序做出的决定,来操作或控制物理设备。 在讨论PLC数字量输出模块的类型前,我们先来讨论下数字量和模拟量之间的区别。 数字量只有两种可能的情况,这两种可能的情况可以是开或关,打开或关闭,通电或断电。 模拟量稍微复杂一点,因为它们有无限数量的可能条件。 例如,风扇可以打开或关闭,它是数字设备。 但是,如果可以将风扇调整为从关到开的任何速度,则该风扇是模拟设备,因为它具有无限多个可能的速度。 现在我们弄清楚了数字量和模拟量之间的区别,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PLC数字量输出模块吧。 PLC数字量输出模块主要有两类,固态电子元件和寄电器。固态电子元件主要指晶体管和双向晶扎管。 那哪个模块最适合你的程序呢? 接下来,我们就聊一下各类输出模块的特点,希望能帮助你做选择。 1. 寄电器输出 寄电器的额定电流通常比晶体管高,但与任何机械设备一样,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磨损。 寄电器模块可以运行交流或直流负载,或同时运行两者。 寄电器在负载和PLC之间提供电器隔离。 寄电器动作缓慢,典型响应时间为10毫秒或更长。 闭合的寄电器触点几乎为0欧姆,因此可确保没有电压损失。 2. 晶体管 晶体管输出模块仅适用于直流应用。 晶体管通常不能像寄电器那样切换较大的负载电流。 因为没有机械零件,所以晶体管很快,它们的响应时间比寄电器要快得多。 在某些晶体管输出模块中,即使关闭也会存在泄漏电流。 3. 双向晶杂管输出 双向晶杂管输出仅用于控制交流负载。 与晶体管一样,双向晶杂管要比寄电器快得多。 双向晶杂管输出适合于低功率交流负载,例如照明、电机启动器和一些接触器。 现在,你明白了吗?欢迎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哦!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